邓文迪 邓文迪被世界称来最剧传奇色彩的女性 她出生于1968年 最初只是一个毫不齐眼的小镇姑娘 可是她却用自己的努力和实力证明 自己的命运还是要靠自己去改写 邓文迪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就算有一天时光都被弃了你 也会有一个人永远站在你身边 那就是你自己 如今50岁的邓文迪重获自由之身 在经历过两段婚姻以后 她的财富、地位、年纪和生活状态 都提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很多外国人眼中 邓文迪是一个颇有心机的女人 但是如果只是把邓文迪成功的原因 归结于嫁得好 再未免显得过于肤浅了 对于邓文迪来说 她很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她热爱生活 热爱自己 活出了光彩 这对于邓文迪来说就是成功的 5月11日 邓文迪发布了和好友一起去罗登火山口旅游参观的照片 邓文迪身穿一件黑色印花上衣 露出了信念的绿色袖口 像绅士一条黑色紧身长裤 搭配一条灰色的运动鞋 邓文迪为这套服装还搭配了一条长长的丝巾 以灰色为主还带着一些渐渐的颜色和图案 整个造型极确艺术风格 还有一些契约风采 邓文迪一手拿着咖啡色的手提包 另一只手高高执起 她起面带笑容 向大家分享眼前的美景 以邓文迪同行的是她的好友 76岁的詹姆斯特瑞尔 美国当代艺术家 擅长以空间和光线为创作素材 邓文迪靠在好友的胸前 面带笑容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 而年姆斯用手搂住邓文迪的腰 两人的友谊显得非常亲密 相信此次旅行也是非常愉快 为了登顶事业的高峰 邓文迪不尽刻苦地学习 为自己累积知识和文凭 更练就了自己善于交际的本领 人们总是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而邓文迪正好就是这样的人 他在年轻的时候凭借自己流利的英语和出色的表达能力 获得了莫多色集团的入职邀请 在之后的生活中 凭借自己出色的社交能力 结识了全世界政商界的精英 为自己的成功奠定了家世的人脉基础 50岁的邓文迪已经恢复单身 但他生活依然光彩夺目 最后的生活依然光彩备